即使寒流来袭 有些人还是坚持外出跑步 但没有做好暖身 小心罹患足底寂寞炎 患者是一名50多岁男子 天气冷 脚底寂寞 在没有暖身的情况下 长时间跑步 足底受力过大 寂寞就容易拉伤发炎 但足底寂寞原则上 都会自行修复 医生建议晚上睡觉 要穿上夜间夹板 让那个脚 稍微跟它的小腿成90度 或是再稍微上牙一点 让足底筋膜处价 比较长的距离 物理治疗师建议 透过简单的运动 可以放松脚底深层的肌肉 让我们的脚趾头 去抓我们地上的毛巾 抓到底之后 大概停留个两三秒钟 我们重复大概十下 增长我们的阿基尼师建 脚的小腿后方的一些肌肉 可以找一个墙 我们的脚趾头 可以溃在墙上 在身体重心往前移动的时候 去伸展我们的后脚肌 另外体重增加 扁平足 久站 久坐不动 也都会增加 罹患足底肌膜炎的风险 记得要先暖身 放松肌腱才不会受伤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导 这些东西是独立即可